北京西城区还有南加州的帕萨迪纳市要庆祝成为姐妹城市15周年 那么最近就在帕萨迪纳的中央图书馆举行了一个西城文化有成型的图片展 那么特别就是由中国方面提供了有14幅生动的图片 这里面包括有经济、文化、旅游等大型照片 吸引了很多的居民还有教育人士来观赏 帕萨迪纳市政府和帕萨迪纳姐妹城市委员会 近日在中央图书馆的兰洛礼堂举办欢迎茶会 邀请主流社区以及桥界首领出席共同参观图片展览 活动主办方介绍北京西城送来各式各样反映北京西城区的图片 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机会让洛杉矶当地的帕萨迪纳居民和朋友 能够了解到北京西城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旅游项目 帕萨迪纳市长比尔伯嘎特别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我们正在这里祝福了15年 的交友和池城区的交友和池城区的交友 在北京西城区的交友 是一个交友的交友在池城区的交友 在1999年里有非常活动的交友 和池城区的交友在池城区的交友 中国驻俄三级总领馆政治领事任志方也表示 今年正好是中美建交35周年 加上先前两国领导人互相进行访问表达友好 让地方民间合作的契机加速发展 中国人经常讲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北京市西城区和帕萨蒂娜市的友好姐妹城市 就是经过很多人包括他们的市长 这么多年来的辛苦的耕耘 然后大家共同的呵护 然后才取得了今天的这样美好的一个成果 就像我们中美关系一样 走过35年来我们一路风风雨走过来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地看到 今天中美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程度 但同时我们中国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历久弥新 15年的时间感觉是比较久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 是我们未来有新的空间 有新的前景 所以我也相信 不论是帕萨蒂娜市和北京市西城区 还是中美之间 未来都会有非常光明的友好的未来的前景 北京西城区政府从即日起 在帕萨蒂娜Central Library大厅举办为期两周的图片展 中央电视采访报道